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米深的这个钻取的样本和表取的都有 联合国的有一次科技成果展 其他国家就展览了很多设备 自动化的各种各样 美国的话当时在一个比较大的展台上 一个很好的灯光设计下面 就一块月朗 就是一块月球取回来的石头 这一块石头就代表了美国的一个 科技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程度 在那个以后很多年吧 实际上人类已经没有从月球上又去样返回 长安五号选择在月球风暴洋的 驴母克山脉进行采样 预计土壤中的钮 土 甲等放射性元素含量会更高 长安五号降落在一块比较平坦的地点 对于月球的历史的信息 我们可以获得更深刻的一个认识 在美国和阿美沃的区域 我们的一个西地区 火山的冲发组还在 和他们都有回到的主要 因此在设计上还是会有很多的研究 1978年美国送给大陆一公克月盐 科研人员在当中分析出亥三 亥三是世界公认高效清洁安全的核聚变发电燃料 亥三在地球上的蕴藏量极少 全球已知且容易取用的只有500公斤所有 而早期探测结果表明 月球浅层的亥三含量多达上百万吨 足够解决人类的能源之忧 1994年NASA探测器发现 月球南极存在大量水冰 掀起全球第二波探月热潮 月球起源的主流观点是大碰撞理论 依据这个假说 在45亿年前 就在地球形成后不久 一颗火星大小的小行星 以某个倾斜角撞击地球 撞击毁灭了这颗行星 行星的部分物质和地球的一部分 主要是地脉被一起抛入太空 并在碰撞后的100年内 逐渐形成月球 撞击的证据来自阿波罗计划 带回来的月球岩石 其中所含的氧同位素比例 与地球的地脉几乎一样 大陆探月计划分为三大步和三小步 三大步分别是无人探月 载人探月建立月球基地 目前整体的航太进度 还处于无人探月阶段 第一小步是绕着月亮探测 第二步是落到月亮探测 第三步是从月亮拿东西回来 简称绕落回 每一步都难无登天 从飞下来落下去起飞上升 交过都就回来 和将来的载人登月是一脉相同 怎么从月球再东西回来 长额5号在月球上 搭一个小型的火箭发射台 将样本送上太空 探月飞船的另一部分 早就在轨道上等着了 他们会带着月球上采集的样本返航 这个动作和将来登月太空人返回地球的步骤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步走稳了 后面就该派人上去了 人类第一次登月是在1969年 六亿人同步收看NASA全球直播 大家都记得阿姆斯壮说的那句振奋人心的话 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 然而观众没有听到的是 直播过程中信号中断4分30秒 阿波罗11号敢用无线电波传回的讯息 纽航员说我的天 你们不敢相识 绝对不敢相信 这个家伙真大 就在那里 那里有和我们不一样的宇宙飞船 他们停在那里 他们好像在监视着我们 NASA将登月计划列为最高机密 并修改登月底片 直到1994年登月25周年纪念日 阿姆斯壮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 在绕越飞行时的确有不明飞行物跟着他们 人类到目前为止 一共6次登月12个人到过月球 虽然太空人发现地外生命存在的痕迹 为了继续执行任务决定隐瞒事实 1972年美国终止登月计划 后来欧巴马总统对外暗示 当人类想要去透露宇宙的秘密时 都会被他们控制下来 然而进一步分析原因 主要竞争对手苏联解体了 以及上一次太空至少要花240亿美元 外星人之说可能只是个幌子 按照谁先登陆谁先占有原则 中国大陆将独占月球背面 并在2035年前在月球建设太空基地 通过长河7号和长河8号任务 建设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然后在2030到2035年 我国将对其进行扩展 满足短期友人职守 长期自动运行的需求 最终在2036到2045年间 建成综合的月球基地 实现人类长期驻轴 继登月之后 驻月将成为人类下一阶段的目标 从月球上开采的水资源 可用于宇航员生活 也可以分解成氢氧 制成航天器所需要的氢氧燃料 在月球两极的永久光照区 可以建设太阳能电站 提供资源 在月球背面 可以建设科研站 避开地球无线电干扰 遥望星空 大陆的太空发展计划 让NASA公布月球探索协议 包括人类在月球上行动 如何从月球表面开采资源 以及建立安全区域等基本原则 并拍摄影集 把国际间对于中国大陆的太空威胁论 搬上荧幕 没有国家可以任何部分 你不能作计划 不是计划 我们只是拥有科研讨论 我们试图宇宙温度 你会在岸岸 那会改变温度 去看其他岸岸 谢谢 留下来 谢谢 大陆从太月出发 下一个目标是去更远的火星探索 川普上任后成立太空军 并宣告2024年再次登月 将第一位女太空人送上月球 无论拜登政府是否延续川普的登月计划 中美太空争霸战已开启新的篇章 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你烫青菜加一条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条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